娘娘 忍着点啊 用力啊 娘娘 来来来 用力 坚持住 娘娘 拿过来 拿过来 皇上 皇上大喜 皇后娘娘大喜 淑妃娘娘生了 是个阿哥 是个阿哥 李渔啊 按规矩赏赐下去 盯着淑妃好好养着 朕和皇后得空 回去瞧她的 这 果然是个阿哥 皇上 您是在担心 青天见所言 父子相克吗 淑妃盼这个孩子 盼了这么多年 朕实在是不知道 该当高兴 还是不高兴啊 太后 您瞧瞧 十二个天亭饱满 这小嘴多红润呢 我 淑妃姐姐漂亮 十二个也俊巧 一看就是有福气的样子 长得弑郡 淑妃啊 你这一胎 真是吃苦了 幸好母子平安 哀家 真是替你高兴 承太后极言 孩子没事就好 哀家瞧你产后身子虚 得好好补补 得好好补补 福气啊 这支千年子参 算是难得 留下给你 太后 臣妾年齐 哪里用得了 这样的好东西啊 淑妃 你诞下皇子是喜事 哀家自然疼你 哀家更疼小皇孙 福家 好好地去赏赐 那些接生姥姥们 是 哪位是接生的田姥姥 奴婢在 昨日夜里 淑妃娘娘生产 遇上险情 多亏了田姥姥 惊艳老道 才使得淑妃娘娘 碾下包衣 太后说了 接生姥姥与太医 各赏赢三十两 田姥姥赏百两 谢太后的年 这淑妃真是天生丽质 虽说有余脸上有关 可生了孩子一敷粉 也看不出什么来 事情又不能浓妆敷粉 也不怕皇上 瞧接了厌烦嘛 淑妃失宠 是早晚的了 真是 竹儿 田姥姥来了 奴婢给令妃娘娘请安 坐下说话吧 谢令妃娘娘 竹儿 给您准备的冰豆香茹饮好了 用些吧 给田姥姥也喝些吧 如今天热了 得喝些结暑啊 香曼的东西 田姥姥 这 喝吧 别拘手 多谢令主 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回令主 若办不妥 怎敢来见令主 怎敢拿您的银子 去吧 心中找你呀 知道你缺银子 也知道 你急着求医问药 可本宫更知道 银子是小事 你缺的 是续命的本事 你在乡间还有一女 一直寄养在别家 连你死去的夫君 都不知道吧 奴婢早先 确实是嫁过人 生了个女儿 奴婢命苦 奴婢前头的夫君 家里都身染怪病 虽然看着生的健壮 可是都活不过三十 真是可怜 这方子 是本宫脱了包太医你了 太医院的医术 你是相信的吗 是 是 奴婢女儿的命 就全靠令妃娘娘您 怜悯了 既然本宫和郡忠 知道你的难处 一定会为你排有劫难 自然了 本宫的烦恼 也都归您解了 这个您放心 奴婢这会儿的事 办得是神不知鬼不觉 是吗 是 这女人生孩子啊 就像在鬼门关里 逛了一遭 很难察觉自己宫体受损了 可淑妃还是有福气啊 这十二哥 到底还是平平安安地生下来了 叔主有孕时啊 他的肾气就弱 这倘若生得是个公主还好 可是 他要是生得是个阿哥 那可就难养大了 真的吗 千真万确 奴婢皆生过那么多孩子 这个还是知道的